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另外我们团队其他几位核心成员也是在线的 一会儿分享完了随时准备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 那么首先呢我想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Series 我们是Astar生态上的第一个跨链稳定币AMM 我们将主要通过稳定币挖矿啊 高收益以及低滑点的稳定币交易 来连接整个波卡生态 兼容EVM公链以及其他的Layer1网络 为用户的稳定币资产呢 去提供一个安全且高效的应用场景 那么未来我们将聚焦Akara和Astar生态 我们就希望深根于这两大波卡最重要的平行链 来开展合作和发展 那么我们是如何在波卡生态中来定位Series的呢 首先在项目开始之初 我们就对波卡 阿kara以及Astar都做了深度调研 发现市场上目前还有几种主要的需求 未能被满足 第一呢就是稳定币的swap它没有足够的深度和流动性 来支撑其价格稳定 第二我们发现稳定币的holders也是缺少一定的挖矿机会 同时波卡上呢也是没有这样一个原生的深度很高的做稳定币的dex 第一次我们发现那个用户的套利机会也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围绕这几点我们就开发了Series这么一个产品 这边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几个highlights 第一是我们的一个低滑点的交易 和Astar上几个提供稳定币交易的dex相比 甚至和curve相比呢 Series Finance部分稳定币交易的滑点和手续费都可以做到最低 并且还是在我们现在流动性相比之下并非最高的情况下 第二是我们协议采取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治理机制 这边主要是通过用户来质押平台代币获得我们的VE token 后期呢通过VE token来参与到平台协议的治理投票 以及利润分配的决策中来 第三是我们一个深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APY 那么在APY方面我们是采取了一个三层的策略 第一层就是我们的一个basic APY 也就是说所有参与我们平台人我们都会发放SRS 例如通过流动性挖矿等等 第二层呢是一个APY的boost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流动性提供者 他通过质押SRS来可以获得VSRS 后续呢又能通过我们的VSRS参与到平台手续费的分红 以及如果说他们参与的是第三方借贷协议 Lending pool这样的池子的话 也可以去参与到借贷协议的收益的一个分红 第三层呢就是我们的一个APY enhancement 这方面我们主要是和一些项目方来合作 吸引流动性提供者来平台里提供流动性 并且同时呢他们也可以获得一些项目方的 空头奖励等等 那么未来呢我们的一个愿景就是成为波卡上的跨链交易枢纽 为此我们也是设计了四个大的资产池的类别 第一大类就是一个base pool 这边主要是有一些核心的稳定币资产组成 例如我们现在有USDT、DAI、USDC等等 未来呢我们也会上线AUSD一方面很好的 就希望可以去拓展AUSD在波卡生态里的应用场景 另一方面就刚刚Betty有讲到 ACALA前段时间已经和Wormhole在合作 所以未来我们也期望可以借助ACALA平台 把更多其他链的资产bridge过来 第二大类就是一个meta pool 这边主要是有一些非稳定币对的meta pool 主要是有一些新型的项目代币啊 跟我们的主流稳定币去做一个配对的池子 例如目前在Astar生态 我们就有可以看到很多新兴的DeFi项目嘛 那他们像我们现在已经有合作的是 AUSD啊还有那个Buy 他们在项目初始阶段急需稳定币的流动性 那我们Series呢就很好的满足了这个需求 像在座各位ACALA生态项目方日后上线了 如果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流动性的需求 Series Finance呢就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 第四大类就是一个 第三大类就是一个合规的 我们法币锚定的稳定币池 例如我们即将上线的日元稳定币JPYC等等 第四大类就是一个token化的衍生品池 包括一些wrappedbtcrwrappedeth 或者是说一些token化的票据和凭证等等 好的那么在技术层面我们主要沿用的是curve的stable swap的算法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个algorithm的图表 那么就是可以保证我们实现低滑点和稳定币对的交易 但是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是对产品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 包括我们开发了一个非常用户友好的交互界面 一会我们会在产品演示中给大家分享 另外我们也对我们的流动性提供者提供了一系列的创新的激励机制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通过质押代币可以获取VESRS 然后VESRS用户可以分享平台的trading fee 我们每周四都会有一轮投票来决定参与者的利润分配 那在实际运营过程中我们又继续做了更多的创新 比如说我们针对运营过程中遇到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设计了一套动态的算法来自动调整发明的产出 未来我们也会把VESRS运用到更多系统功能里去 我们用户通过索SRS还可以获得VNFT等等 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的投资者释放SRS的流动性 以上就是我们对我们整个产品的功能 商业价值亮点创新等方面的一个简单介绍 然后这边我想再用三点来总结一下我们产品 第一就是多资产高APY低滑点 以及一个非常user friendly的这么一个交互界面设计 第二就是我们一个跨链的属性 第三也就是我们协议会采取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 那么目前我们的日交易量也已经达到了就是上千万吧 然后现在这边就想给大家接下来直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提前准备的一个产品演示的视频 这个后这边有我们更多的社交媒体 以及我们的roadmap大家感兴趣吗 日后都可以去我们的官网上查看 然后这边首先就是进到我们官网的主页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swap功能 这边呢我们用户就可以进行一些稳定币交易队的兑换 所有的稳定币交易队都是低滑点低手续费的 可以自由的去兑换各种稳定币 第二个呢大家可以看到是pools这边主要是用来添加和管理用户的流动性的 这边我们都集结了一些主流稳定币以及pokadot生态的各种创新的稳定币 我们的LPR呢将获得50%的交易手续费的奖励 目前我们的日交易量已经突破了1000多万 第三个可以看到是我们的farms板块 这边我们的用户就可以通过自由质押LP的token来获得srs的奖励 以及项目方提供的额外的一些代币的奖励 同时也是享受着低风险和高收益 目前我们的APR是很高的 大家可以去官网看到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governance板块 这边有看到可以有lock和vote两个功能 lock呢就是用户通过质押我们平台的srs来获得vesrs 然后参与到协议的治理和利润分配里去 就是锁定的时间越长呢我们获得的vsrs也就越多 然后我们的boot功能呢就是可以用户可以对不同的proposal进行boot 连接到snapshot来提交proposal 后续就用vsrs给各个池子去投票来获得更多的srs奖励 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下dashboard 然后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产品演示 嗯好的然后你们时间也刚好到了 评委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 我问一个吧就是在当前这个市场环境 可能要是看到稳定币项目 可能要问一下就是说你们对这个稳定币脱毛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处理的方式或者是有什么防止这个风险的方式 嗯第二个serious finance的小伙伴可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哦就是稳定币风险这一块啊 我来说说吧就是我们在产品层面上面会啊 因为一个池子会失衡 你说像客服啊像前几天的usd跟前两天传言的usdt的一个问题 在我们产品层面上面我们做了一个啊就是啊 防止这个池子失衡的一个措施就是在他们的平衡比达到一定的倾斜程度以后 我们其实会禁止掉更多的这个这个币去存进去这个池子导致进一步的失衡 我们会做这一个措施 嗯